第二天一大早,林墨是被抬着去上朝的,你说皇上这是怎么想的,我只不过是一个在朝堂上面摸鱼的,就算我天天不去上朝,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吧,我现在都是一个伤患了,他居然还让我去上朝,还有没有一点爱心呢? 可能你们皇帝是每天习惯看着你了吧,毕竟你每天打瞌睡,打的那也是花样百出,还挺有观赏价值的。 你礼貌嘛 哎呀,小林大人今天怎么受伤了呀,该不会是尚书大人你打的吧,小林大人年纪还小,你怎么能对他下这么重的手呢? 就是就是,谁家孩子不闹他呢,小林大人虽然性格活泼了一点,但确实是一个好孩子呀 我没有打他,是他自己把腰给扭了 我怎么感觉这些人的脸上带着一丝幸灾乐祸呢,他们不喜欢我吗,难道我平时很招人恨吗? 招人恨那肯定不是的,可能就是在调侃你吧,有些大人不就是爱调侃年轻人吗? 不过你今天也算是实现了一个梦想 什么梦想? 躺着上朝啊,人家姓王都只能坐着轮椅上朝,你居然是躺着上朝,这绝对是从古至今第一人,皇帝过去都没有躺着上朝过 你这么说,我心情好像真好了很多,皇上都不介意我躺着,我干嘛还纠结呢? 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吧,在皇上让我躺着也来上朝的时候,我迅速的就把床上的毯子给打包好了 等会儿,等他们商量国家大事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,我就偷偷的给自己盖上 厉害还是你厉害,你比太尉大人有先见之明多了 昨天太尉大人被赶出房门,就冻了一个晚上的 你们说话就说话,怎么又牵扯到我身上了 快说说快说说,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? 太尉大人,惹他的夫人生气了吗? 居然大晚上被赶出房门,被赶出来之后,他不会重新找个地方睡吗? 太尉大人,被赶出房门,被赶出房门,被赶出房门的